骑机车的民众要注意了 从3月份开始 台中市环保局要严格取缔乌贼车 将不定期进行机车排气拦减 只要超过标准值的20% 就当场开罚1500元到6000元不等 希望借此展现打击空物的决心 玉翠油门白烟到处喷 这样的乌贼车可要当心了 台中市环保局从3月1号开始 将不定期进行机车排气拦减 只要超过标准值的20% 就当场开罚1500到6000元 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容许的量 就是说超过我们排放标准的20%以上 我们就会开罚 所以这个提醒民众 那低于20%以内的 我们会给一个复验单 然后在一个礼拜内完成复验就没有问题 环保局指出 机车排放的废气站移动污染源PM2.5 总排放量的12.5% 尤其二行乘机车的排放量更是四行乘的三倍 因此今年加强取缔 超过标准20%的直接开罚 低于20%的则是还有7天的复检缓冲期 也开放民众拍照或录影检举 每件奖金300元 重点是在鼓励民众把自己的摩托车照顾好 减少它的一个排气污染 但在一个礼拜内没有完成复验的 那我们环保局会依照我们的检测结果 然后处以1500到6000的罚款 一方面加强取缔 一方面也编略了将近1亿元的经费 来补助民众泰换2行乘机车 106年共淘汰了59000多辆 乘机排名6度第一 环保局表示 多项措施象征是否打击空污的决心 也请市民多多配合 还给多数人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报道